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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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年考試季節 這個時候烈日當空,氣溫滿熱 大家稍微動一下,都會全身汗 考商門又要因為緊張複雜備考 所以更加心急愚複 稍微不慎,他容易生病 歡迎收看健康動物銷 你好,我是郭德欣 今天繼續跟黃醫生解答 各位街坊的提問 黃醫生,你知道 嶺南地區的氣候又濕又熱 特別是夏天的時候 也令人挺惡心的 最近有些街坊跟我們反映 他說自己當家長 面臨著新一輪的考試櫃 看到自己的子女 都會出現一些喉嚨痛、失眠 很煩躁,或是胃口不佳的跡象 其實怎樣會造成這樣 中醫講,夏季人的陽氣在外 容易使體液流失過多 而體內的淚火也會容易變化 出現剛才所說的喪苦症狀 而對於體育不好的人 本身濕氣重 就會出現脫胤、食衣差等不舒服的症狀 今天跟大家推薦一款湯水 可以生瓶除飯 同時可以養神 就是滷鴨燒暑湯 滷鴨清暑湯的材料 有滷鴨一隻 山羹四片 陳皮10克 綠豆80克 土腹030克 先將滷鴨去毛,退除內臟 然後洗乾淨,將斬件飛水備用 綠豆洗乾淨後 用清水浸泡半小時左右 再將鴨塊、山羹、陳皮、綠豆、土腹0 一起放在鍋裡 大火煮滾後,再轉小火 慢煮它三至四小時 最後下食鹽來調味,這樣就可以了 土腹0、杏平、味、甘淡 能清熱解毒 除風除湿、通力關節 它可以輕微除濕 在溫度高、濕氣中的夏季 最適合使用 我知道夏天很多街坊 喜歡用鴨來煲湯 但市場上有番鴨、水鴨 黃醫生,其實食療功效上 有甚麼區別 鴨子是土天清補佳品 因其常年在水中生活性偏良 有滋五臟滋陰、清溪勞滋的 補血行水、養味生津等功效 關鴨在體型和形態上 和一般的水鴨是有相中的區別 功效上,關鴨偏溫補 水鴨偏滋陰 夏季還是適合用水鴨鍋湯 有一個族語是這樣說的 叫做夏天,老鴨性補藥 如果夏天用來煲老鴨湯 為甚麼要用老鴨而不用棉鴨 鴨子的選擇令老污潤 因為老鴨沒甚麼皮下之方 適合煲湯,不會過於油膩 但注意煲的時間要過長 才能使湯汁濃郁,鴨肉免暖 綠豆性寒微甘而無毒 同時可以起到清熱解毒 和寬容為牆壁的功效 可以說是夏季 一個非常好的食用街品 不但要配合吃,可以煲的 稍後當然一定會消耗 不要火車,不刺手 但這裡這裏有很多東西 那要加烤炒火 不少製作人員 於是我們冠軍的香蕾 如果你們可以吃了 我們可以煲的食用 果然要加烤炒火 油膿汁應該為,可以煲咖啡 有油膩,也可以一種 用油膩的香蕾 但總是安排炒火 然後是為了油膩 化氧 但不會做得很麻煩 今天我們的節目介紹一下 希望可以幫到 在電視機前提問我們的觀眾 預言帶動你今期節目感興趣 可以上到廣市網點擊重溫 同時可以關注 健康動篤銷的新浪官方微博 留言給我們 謝謝黃醫生的推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